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两个人的合体计 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合体计 当您听到这三个字 立即响起了 萎索富汉听来的一份情报 这情报上说 黄金主线任务世界 并非只有三国一个 与这平行对应的 还有西游式恶传 这个同样也存在 黄金主线任务的世界 至于进入哪个世界 则是要取决于一些个人的因素 在西游式恶传的世界里面 据说可以获得合体的技能 将两个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打出去衍生出强大的威力 情报上的介绍就这么多了 当时方林注重在西游式恶传 这个与三国世界平行的黄金主线任务世界里面 对于寥寥一笔带过的合体计则是完全被忽略掉了 不过他此时才意识到 合体计的威力竟然是如此可怕呀 不过呢 方林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无论是卡洛特还是迪弗尼 他们的相貌都是在迅速地变老 头发迅速变白 眼角额头上面的皱纹 也若勾壳一般深邃 显然 合体计同样是在燃烧生命力 还没出手 就有这么大的威势 这两个人一旦将合体计打出来的话 威力肯定大到无以附加 不过呢 蒙眼世界有怎么可能存在这样巨大的漏洞呢 所以方林几乎可以肯定 不管是卡洛特还是迪弗尼 要成功施展这个合体计 是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他们当然不会自寻死路 其目的多半是威慑和拖延时间 虽然方林做出这样的判断 可是自身的却是快速无比的 移动到了雷洛的身后 雷洛马上皱起眉头来了 你做什么 方林淡淡的说道 当然是拿你做肉盾了 雷洛怒道 你 方林慢思调理的说道 你进入世界的时候 我是跑过来接约你的吧 是 我们现在也算是盟友吧 不是 你身为体力特长者 挡在前面保护盟友 是应该的吧 你 雷洛呀 最不说的 那就是别人在自己后面乐享其成 但方林这话却将他挤堆的呀 难以回避了 他只能闷哼了一声啊 不再说话 算是心不甘情不愿 默许了方林拿自己啊 当作挡箭牌的事实了 这时候 卡洛特与底夫妮却是没有师长和体计 他们也不是真的想死啊 由此成功的拖延了宝贵的时间 而他们杀死神月家的警卫 已经彻底的与神月家是撕毁了关系 任务是直接失败了 便选择了直接回归梦魇空间 神月千鹤呢 冷冷的环顾四周 如冰水一般寒冷的目光 是徐徐在在场的所有人的脸上 挑了过去 这高挑窈窈的身影啊 转过身来以后 便搭搭搭搭搭 踩着那高跟鞋 离开了 既有着几分女鬼一般的幽灭 又是卓越似仙女一般飘逸 雷洛沉着个脸正想要开口说话 忽然间后方一疼 却是有人粗鲁无比的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被人踹屁股这滋味当然不好受了 当然因为方林站在他身后的圆棍 雷洛却是全力的提防 而踹出这一脚的人呢 实力本来就极其的低位 所以根本就对雷洛造不上任何的伤害 但是精神上的耻辱感 那是强烈啊 尤其这雷洛 他还是一个一直都是自视甚高的人 何况 他在现实世界里忽悠教徒的时候 一直都在宣扬自己 是救世主能够挽救世人 因此这家伙往往在麻痹别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催眠自己 所以在潜意识里面 他也就是将自己当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可是这时候这个神呢 被人生生的屁股上啪菜一脚 雷洛呢 大怒转身 却看到了一个体型肥大的吃肥肥男 正在若无其事的抠皮里 而踹他这一脚的那个人呢 正抱住那个吃肥的肥男的大腿 藏在后面 他胆怯的张望着 这若是还成其他人在这 怒发若狂的雷洛早就二话不说 一拳轰上去将之轰成渣了 但是呢 韦苏夫啊 却是极少数 雷洛不能动 甚至是自己都不想动的人之一了 你干嘛 雷洛用眼睛瞪着韦苏夫 一字一句的说道 韦苏夫啊 也就是傅正直同学 在雷洛的逼时下 那是死缩了一下 但马上他就大声说道了 我干嘛 是你这些混蛋不守信用在先吧 你和我的主人说好的交换 所有关于你知道的被选择者的情报 不能私藏的 结果呢 现在冒出这么一个强劲的合体技能 你怎么解释 雷洛顿时为之哑然 一时之间是无言以对 当然 若是换了旁人 他还可以也是强词夺礼 但无论是面前这个韦苏夫 还是旁边那个微笑着不说话的方民 这两个家伙可都是口才上十分强势的人 若是指望对他们强词夺礼 那就只能是阴卵几十四个字来形容了 所以雷洛是闷哼了一声 但立即还是恶狠狠的说道 那绝不代表你可以亵渎本尊 韦苏夫这贱人呢 极善于察言观顺 胆小本来就是他的通病 但是此时有着屠夫小弟在旁边 再加上还有主人再次撑腰呢 立即他就跃出来了 是这雷洛的鼻子大骂着 做人没信用 听你一笑 听你屁股又怎么着了 雷洛一听大怒 连光头上都有些发红了 马上他举起他的拳头 韦苏夫此时 却已经看中他色力内人的本质了 竟是死皮赖脸凑上去 一面往他身上贴 他一面指着自己 这若橘子皮一般的老脸呢 无赖的说道 打呀 从来这儿打 千万别打轻喽 雷洛呀 双目圆睁 气得是脸色铁青 但是那拳头啊 也根本落不下去 遇到了 萎缩妇这种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的极品 他还能怎么着啊 他纵然是在盛怒之下 不过却还是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最近来猛增的那些收益 几乎百分之九十 都要经过面前 这个萎缩男的手啊 若是与之关系破裂 那么一旦积蓄用完了以后 那可以说是脱离了被选中者联盟的他必然会受到相当大的窘迫 那不难难就难再打了他以后那接踵而来的各种麻烦的 就算是谁也千贺不会再跑出来主持公道啊 确实要意味着自己的收入瑞减啊 另外 这打狗 您得看主人呢 打了萎缩妇则要代表着向方民正面宣战 与之方民对比 这却是一件绝对要付出莫大代价的事啊 进退两难的雷洛正有些无法下台呢 冷不防 韦作夫咳了一声 还呸了一口浓潭过来 雷洛是一时不察那潭 就这么悬泉甩甩掉在他这裤脚上 雷洛气得眼前发黑几乎要抓狂了 正也不顾一切将韦作夫揪过来 看似呆傻的屠夫却已经在这时候 已经不经意间挡住了韦作夫了 肥仔虽然没有献出战斗形态 但是那肥大的身体 藏下着干瘪瘦弱的韦作夫啊 却是绰绰有余 雷洛转向了旁边悠然闲战的风铃 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到底要怎么样 这些事呢 若没有经过方林的授意的话 雷洛是打死都不信的 这时他确实私藏理亏在先 这一时间被呼的一下子揭开了 也不愿意同方林的再打交道了 但是他现在才发觉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方林这家伙什么时候吃我亏呀 方林面对着雷洛 微笑着说道 也不怎么样 请大人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还没有履行的义务补伤就行了 作词的话 我觉得咱们这个联盟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存在了吧 你 你这是过河拆桥 雷洛当然知道了 自己关于被选中者的情报 顶多也就是在十强者争霸站的时候好迈 真正能说得上是细水长流的 还是雷者的制造卷轴与M声的改良精面武器 方林淡淡的说道 是你先做初一留一手 然后才是我做十五 雷洛怒道 你敢说你就没留一手吗 方林脸上的表情真成脸带着恶然和气氛 当然没有 那我是你啊 雷洛气得是眼前发黑了 他知道方林必定是留一手 但偏偏你找不到真实凭据啊 他发觉自己与这方林越是接近 就越觉得方林就像是一个深深的深深的漩涡 有心抽身的话 却是难以自拔 而最可怕的是 并非是那个漩涡吸引力太大太强了 而是自己都不愿意抽身出去 因为那是巨大的利益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 雷洛的性格就是那种 集小声为大声的人 他那极端的有耐心 从他对敌的方式 你就能看得出来 几乎全部都是防守反击 慢慢的积累 积蓄反弹的伤害 最后爆起给敌人一击 方林正是 窥探主呢 这一点 让韦索夫呢 给他分红的时候 也是那么几百啊 几十的积分 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给他 但是频率呢 却是相当的高 因此 雷洛呢 也没有任何的警觉 直到现在方林 威胁说要一拍两散的时候 雷洛这才意识到自己 目前对于这个脆弱联盟的依赖性 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地步 雷洛呢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以后 这才缓慢的说道 华长任 我藏私的行为是不大好 若我记得没错 你现在 居然还在二级难度里混的吧 是 方林 对于雷洛粗的疑问的 没有丝毫的意义和差异 他微笑着说道 那么 你实力暴涨到了这个地步 很可能 下一次经历的世界 就是黄金主线任务世界 本来 按照常理来说 你既然 第一次进入 是三国世界的话 以后都没有可能 进入到 另外一个黄金主线任务 世界西游 士恶传世界里面了 雷洛呢 是一面说着 方林 也在安静的听着 按照常理来说 三国世界 所获得的利益 乃是 西游士恶传世界里 获得了利益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 这二者之间 也是有一定分别的 那就是 西游士恶传世界 在 二级难度 升级到三级难度 的时候 乃是 公认的 支线剧情最多 奖励物品 最为丰富的世界 因为该世界当中 乃是 有着整整三个 终极boss 陆力大仙 杨力大仙 和虎力大仙 所以 我的盗窃方式 就是 出去以后 提示你们 如何成功进入 西游士恶传世界 我拒绝 方林是 淡淡的 说道 你不能只告诉 我们方法 必须是要保证 我们一定能够 进入到西游记 士恶传的世界 当中去的 雷洛的心中 又是意涵 这并非是因为 帮助方林的队伍 进入到西游 士恶传世界 需要付出 多大的代价 而是 方林随意的 一句话 就已经死死的 卡在了 他的心理底线上 不然而言之 方林若是再提出 一些过分的条件 那么雷洛是 铁定会直接拒绝的 由此可以判断出来 方林 对于雷洛的心理活动 这预判 乃是何等的准确 好吧 雷洛的心中 涌起了一股子 被掌控之后的 无力的感觉 现前 神月千鹤一走之后 网场上 那些被选中者 都纷纷散去了 唯恐又被方林 所的算计 所以 几个人先前的对话 没有外人听见 看着方林 带着尾缩妇 与屠夫 一摇一摆 向着里面 行进了去 雷洛却忽然间 想起了一件事 跑到了方林的身前 严肃地说道 我现在 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 你究竟 给予我的承诺 能不能兑现呢 还有 你打算 要我做什么 方林一笑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这就是我对你的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至于我打算 要你做什么 那要看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雷洛一听 有些恶然 咀嚼了一会儿 方林的话语 忽然间 发出了一声怒吼 说道 我靠 你腰的原来 也是要让我替你去做沙包啊 这时候 方林 与尾索夫加上屠夫三个人 已经不知道远远的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时间迅速的过去了 在拜家子儿 啊 不 现在应该是东京新一带车臣平景 医夫的帮助下 方林手中的出入境的人员名单 刷新的就比这海关总署啊 还快一些呢 方林平日里看似无所事事 躺在房间里面 看着AV喝着饮料 但是旁边电脑屏幕上流水刺滑动的人名呢 是一个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很快的 他忽然间伸出了手 按住了暂停键 然后长长的名单上这么一拉 最后就锁定在了一个名字身上 那个名字就是 威斯 八节级之一的 威斯 我等你很久了 方林微笑着对着那个名字说的 本来也不一定要找你的 可是谁让我先看到了你呢 在威斯的名字旁边写着他到达东京的时间 乘坐航班的机次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已经在方林的脑海里面是根深蒂固 东京时间晚上九点二十六分 就像是菜市场通常都要早上十点左右最热闹忙碌那样 晚上这个时间正是东京新宿刚刚开始繁华的时候 所以到处的想象 天街阴暗角落当中都有人 这些人有人挑紧 有的用砍刀和拳头来解决争端 还有啊 西白粉 总之他们干着各种或者是害人或者是害己的勾当 比方说 公本中次 他就是好不容易在地铁上工作到了一个钱包以后 兴冲冲的跑到了卖白粉的小老那买了一包白粉 兴冲冲的吸了起来 为了避免那些狐朋狗有钱来分赃 所以公本中次特地的跑到了这个小黑巷子里面来 这里面呢 因为靠近酒吧后门的关系 因此充满了呕吐物 酒臭排泄物的刺鼻气味 但是兴冲冲的公本中次 根本就漠视这些东西的存在 他直径往这手臂上面注射以后 往这墙上一靠 就双眼呆滞的 神由天外去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会让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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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会让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一抓一继 一下小黑巷子 给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